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暗5月25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就是這一個黑色火藥的活動 持續到6月8號 這段期間60等以上的玩家打100隻怪物 就可以獲得這個黑色火藥袋 打開之後會可以獲得1到5個可疑的火藥 跟一個龍鑽碎片 那你可以用可疑的火藥跟龍鑽碎片來搭配來換東西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20個可疑的火藥跟10個龍鑽碎片 可以做一個精緻的火藥箱 一個帳號只能做3次 精緻火藥箱打開呢 會拿到2顆萬能萬能補充寶石 跟5個這個新修煉地間的平鎮 4種變身卡中的其中一種 然後他這邊圖片他是用是娃娃 但是其實翻譯起來他是變身的 最大獎就是伊勢地槍 然後藍變是海盜獵人 綠變是黑妖 然後白變也是海盜獵人這樣子 接下來是法師的更動部分 法師新增了2隻新召喚獸 90等守護者威靈 他可以使用恐懼以及定時炸彈技能 他有交換光環 可以無視減傷 然後增加恐懼的命中 然後右邊的這一隻則是守護炎魔 那他可以使用恐懼以及挑釁技能 那他的光環則是無視減傷 跟增加恐懼命中 一個90等一個91等的召喚獸 然後三種補高字體回跟全字 補的血量增加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交易所的改進優化 首先就是新增了批量購買 這很多MMORPG都有 這個就不多做介紹了 購物的時候比如你要買水短 然後你現在長按之後 水短可以開什麼卡池 哪裡可以打得到 現在都可以馬上來進行搜尋 然後現在你也可以 將你想要買的先收藏起來 這樣子你下次要找的時候才比較快 然後你自己的販售物品 你如果失敗了你可以全數下架又或者是全數重新上架 那全數重新上架也可以個別設定價格 那你如果你想要販售的裝備是已經在身上使用或者是鎖定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在 交易所販售頁面解鎖 那你如果要賣東西的話 現在擺償是直接自動幫你換成目前最低交易價格 然後在逛交易所的時候 你可以比較簡單的比較跟你身上的裝備 那交易所的搜尋條件有新增了裝備的階級 比如說白色、綠色、藍色、紅色、紫色、金色這樣子 接下來就新增一個封號 TRIGGER 然後是加5%攻速 然後這個封號的條件就是你要拿到這個彈藥包 但是這個彈藥包不知道要去哪裡拿 這個應該是一個伏筆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服天堂愛 5月25號的更新介紹啦 可疑的火藥活動再加上這個火藥袋 這一次五週年難道是要開換術室跟槍手的改版嗎 因為他今天這兩個都是有關槍手的材料啊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因為明天5月25號的時候 應該是會正式的推出 那今天他只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的一些部分改動內容 那小P明天也會幫大家再做整理 就是到底換術師還是說就只有槍手更動呢 明天就知道了 所以記得訂閱小PYouTube頻道 並且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五點情報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我小P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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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 怎麼